快进来 妈 这是小葵 这就是你说的小葵啊 阿姨好 对啊 妈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还不错 我问问你小葵 你今年多大了 阿姨 今年我21了 哦 21岁 给我饭饭差不多 那你的父母都现在吗 哦 我的父母啊 在农村过着好好的呢 那你呢 在哪上班啊 这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妈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连个工作都没有 没有工作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找嘛 你看你 一上来就问那么多 妈 这房子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在一块慢慢挣嘛 你干嘛 非要问那么多呀 我不让你说话 别说话 你是城里没房子是吧 你想让我闺女给你个农村住啊 去受苦啊 那样是绝对不行的 妈 要不这样吧 婚房呀 我给你准备 不过 首先有个前提条件 你再做上门女婿 这可不行啊 这在我们村当上门女婿 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啊 妈 是啊 这怎么能当上门女婿呢 你要是不当上门女婿的话呀 就想和我跟你在一块儿 妈 你自己考虑清楚都好了 骂什么 妈呀 行 阿姨 这儿我回去想一想 你给我点考虑的时间 那行 你去吧 好好考虑 考虑好了 再回来 小葵 小葵 什么呀小葵呀 你看看你 城里边没房子 还要在农村 你能受到那苦吗 听妈的没错 妈都是为你好 妈 这 那行吧 谁啊 哎 小葵 赶紧来 你跟你妈上门得怎么样 哦 我刚啊 给我爸妈商量好了 这我爸妈 同意我到上门女婿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妈 你快过来啊 小葵来了 哦 小葵来了呀 阿姨 这儿我爸妈同意我到上门女婿去了 同意了 是吧 不过 我爸妈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说 阿姨 这因为我家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我爸妈希望我和方方的第一孩子随我们的姓 随你的姓 随你的姓 那是不可能的 你都做上门女婿去了 还想学你的姓 这 阿姨 你也通行打理一下 这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这我爸妈还等着抱孙子呢 你看这孩子说话 这孩子反倒我不通行打理了 阿姨啊 我希望你就答应我这个条件吧 这是不可能的 这做上门女婿的孩子现在就不一样 妈 你看 这现在都流行要二台了 要不这样 第一个孩子随他 第二个孩子在随我们吗 那行吧 听你们的 那我去做饭去吧 带小葵来这吃饭 好 行吗 给你做活吃的 等着啊 小葵 这下我们终于都在一起了 是啊 帆帆 带小葵 带小葵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这我爸刚刚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病了 需要两万块钱的医药费 要不你给我拿一下吧 两万 我哪有这么多钱 这 什么哪有这么多钱啊 这我发的工资都在你手上 你买包了 不是 你买包了 这个钱我让你拿着你 你告诉我你买包了 这我妈等着用钱的 你怎么能这样 你买包怎么了 还有啊 你那挣的那一点钱够干嘛的呀 买个包你还说 什么够干嘛的 这钱主要是等着用的 这我妈急于用钱 这 你把我的公司买包了 这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什么你妈你妈的 你都是我们家的人了 管那个你干嘛呀 再说了 那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跟我说那么多干嘛呀 这 你这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你 我做的哪里过分了 你挣的那些还不够我花的呢 买个包怎么啦 结婚那么久 你给我买过什么呀 行 行 这事啊 你们家也管不着 好 你们再来又吵什么呢 睡着觉都睡不好 妈 你看看她 她们家的事情 非要找到我们家 说 给我要两万块钱 给他们那边人看病 都嫁到我们家了 都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了 小葵啊 不是我说你 你都嫁到我们家了 你还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呀 还要两万块钱 你没想到 你能挣多少钱呀 行 这个钱啊 我也不找你们要了 这也管不着你们的事 这钱啊 我不要了行不行 哎小葵 你怎么说话呢 妈 你看她 幸亏啊 我这当初听你的话 嘶 要不然 我嫁到他们家 肯定受苦 还农村乡下的 连个包都买不起 够干什么呢 听妈大话 话没错 对 看看孩子 看 真好看 真像我闺女啊 这是个男孩 所以啊 我想叫他 李 李什么李啊 不姓李 姓董 为什么呀妈 这不是说好了 第一个孩子姓李吗 我就不让他姓李了 就让他姓董了 听见没 这 妈 这你刚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这凭什么 这结婚之前 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这第一个孩子随我姓 这现在怎么 说变化就变化 你说什么 你脾气还不小是吧 我说了算 我说不记得姓李 就不姓李 就得姓董 你们这也太多笔了吧 这一人在再而三的这么对我 这之前我妈生病了 拿两万块钱 你们就不给 这现在孩子 谁下来了告诉我们姓董 不是 你们家什么意思啊 小鬼 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呢 妈这不也是为了我们家好吗 我们家再说了 就我这一个女儿 嫁给你 本来就不好 你现在还这样对我妈 你一个上门女婿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哈 你看 你还叫什么小是吧 还给我当啊是不是 不是 今天这个孩子就姓董 就不能姓李 怎么的吧 行 你们就这么践踏我尊严是不是 行 爸爸 咱们两个离婚吧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我妈 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 你们啊 就等着明天 法院的船票吧 不是啊 小鬼 干什么呀 这 妈 看他这怎么回事啊 这孩子是我的 他还要尊严 一个上门女婿 还要什么尊严呀 别让你呢 立婚就立婚 怕他是不是 这 妈 这孩子 都那么大了 这总不能 别管他 孩子 我们自己养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不行 我还是追小葵 小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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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呀 一点话都不听 爸爸 你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难道说想我了 小葵啊 啊 有件事 我问你一下 你这彩底钱 不是三天前 就准备好了吗 这彩底啊 确实这三天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你要是 能早上拿出来 我们两个 不是离结婚又进了一步吗 哎 爸爸 知道啊 我家里面啊 现在有点事 这个钱啊 暂时可能 现在不能拿给你 你能有什么事啊 我们两个结婚重要 还是你那点破事重要啊 不是 不能说是破事 这我妈生病住院了 这个钱啊 我想留着给我妈看病 小葵 你怎么就能那么糊涂呢 啊 你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你给她看什么呀 都老不死的了 不是 范范 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这个钱你放心 等我妈病治好了 这个钱啊 我大不了再凑 到时候一定会给你的 再凑 是不是等你结完之后 我跟你结婚 我跟你一块还啊 小葵 我告诉你 等着你 那么长时间 我可等不起 我又不是除了你 之后就没人要了 你看看你这个样 爸爸 我真的没想到 你今天还是这种女人 这咱们两个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这是现在 你怎么会因为 这个钱还变得这样 我什么女人 我告诉你 这个财力钱很重要 你要是没有 就滚 那行 既然你这么说啊 我和这个婚啊 咱们也没有必要结了 咱有两个事就这样吧 不结就不结 我告诉你啊 小葵 又不是除了你 我就没人要了 怎么 我还等着你啊 那行 你啊 别后悔 后悔 告诉你 在我这里 都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什么人呢 谁啊 进来 谁啊 进来 老板 您好 我是来应聘的 哦 您是应聘的 呦 是范范吗 怎么啊 现在 沦落到 一批工作了 这我记得 咱们两个分手之后 能夹给的有钱人啊 怎么 小葵 这公司 是你的 没想到 你离开我之后 过得那么好 我身下的有钱人 但是 他对我一点都不好 整天打我 骂我 所以 我就离婚了 小葵 我觉得 当年 都是我的错 行了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人啊 就压根不配得到爱情 你啊 这是周流自取 这是活该 小葵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两个 还回到像以前一样 那样 不是挺好的吗 给你机会 你当初给过我机会吗 啊 我啊 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啊 我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 唉 但是你啊 现在活成这个样子 我心里面 甭提有多开心 小葵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当初 当初我也是有苦衷的好不好 苦衷 你啊 是没有得到钱 你心里面不开心吧 啊 是我妈生的病呢 你都 完全不在乎 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公司啊 不需要你这种人 你这种人啊 不配游泳工作 你走吧 行啊 小葵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一盒烟 比你一个人公司高 你走吧 这公司真不欢迎你 行 你还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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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